大家好,我是龍火球 今天呢要來討論一下有關空律的東西喔 那空律的東西因為我也最近在網上研究了很多 然後查了很多資料我發現 有關摩托車的空律的資料真的是非常的少 那一些有關空律的知識也是真的很少啦 那所以我有些是參考汽車的 那講不對的地方可能要多多見諒 那如果有什麼講不對的地方 我會在下面的留言處補充喔 那好吧,那就開始吧 那大家應該知道我的小白是裝這個 所謂的高流量空律嘛 那就是所謂的香菇頭在這裡 那近期我也是把這個香菇頭拿去洗了一下 然後它就壞掉了 嗯,有夠爛的 所以我就換了一顆新的 那新的也換上來了 那一般來講,一般的摩托車 像是野狼啊,G61啊,塑膠車什麼的 通常都是換這種 這種一片的空律啦 那這種一片的空律跟這種 高流量空律到底差在哪裡呢 主要是差在它是環狀的 環狀的話吸氣是可以吸的比較多的 比一氣直狀的話 是吸氣可以吸的比較多的 那缺點的話當然也是有啦 像是它就沒有辦法 空氣流動的方向 它比較沒有辦法掌握 所以會導致說 它的氣會有亂流啦 就沒有像一般的這種一片的那麼穩定 那還有就是它的過濾效果不好 但是其實我研究 就是我去查一些資料 還有自己去看一些東西發現 其實它過濾效果不好 不是因為它是高流量空律的關係 是因為通常你裝了香菇頭之後 你沒有這個原廠的集氣箱 其實原廠空律箱有一個很重要的作動方法 就是它會蒐集空氣在它的箱子裡面 然後它會從箱子裡面送風氣給引擎 那這樣有一個好處就是 那個空氣本身就會比較乾淨的 再加上你的過濾系統 那這樣等於是兩次過濾啦 很難理解對不對 所以說我拿了一個原廠空律箱 這是它原本的原廠空律箱 那已經被挖洞什麼的 那我們就先不要在意那麼多 它原本是封起來的啦 原本是沒有挖洞的喔 好那我們空律箱打開 就會像是這個樣子齁 那簡單來講一下空律箱的構造啦 首先就是一整個 除除空氣的地方嘛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所謂的換空律的 就是空氣濾清片就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把它插回去 原本是這樣嗎 這樣插進去嘛 然後這邊就是放一個海綿 對就是野狼的就是海綿的 那上面這個網就是假如你海綿脆化的時候 可以擋一下海綿的嘛 那海綿就是沾一點油 可以來吸附灰塵 那再來就是這個小箱 這個小箱其實是引擎的呼吸的地方啦 所以說 不用特別知道它是什麼沒關係啊 那這邊就是連接著我們的化油器 好那其實你把這個空律箱蓋起來之後 你會發現 它是從哪裡進氣的呢 這個沒有這個是自己挖洞的不算 所以說它從哪裡進氣呢 它一般來講就是從上面進氣 野狼是從這裡進氣 但其他車不一定 然後它就有一個進氣的管道嘛 它就會這樣進去 從上面吸氣之後 它會沿著這條管子 下來下來下來到這邊 然後把氣吐出來 然後吐出來之後 就會流一些空氣在這邊 然後引擎 NA引擎就是一般的 自然機器引擎 吸氣 引擎 它的引擎吸氣是用 活塞作動的時候 讓引擎去 讓引擎去帶動空氣流動 然後引擎就會吸氣 它就會把氣 它就可以把氣 輸入到化油器裡面 然後再跟汽油混合 混合之後再輸入給引擎 這是很一般的引擎運作原理啊 那為什麼直接裝這種 高有量的空氣不行 反而是會讓很多沙子進去呢 主要是因為 主要是因為 你空氣先流通到小的地方 再出來的時候 它這邊是變成很大的一個空間 你從空氣從小的進去 出來變大空間的時候 它會變慢 流速會變慢 所以說它變慢之後 它就會有一次沉澱的效果 因為你空氣變慢了 然後你的灰塵那些東西也會變慢 那變慢之後 就很有可能會沉澱一次 那沉澱一次 再經過引擎會吸過去嘛 然後吸過去那邊也是變快 那你吸上來的時候 它就會被那個空氣綿擋住 那它已經有沉澱一次了 然後在空氣綿第二次 然後再進到引擎 所以理論上來講 這樣子會比 像高流量空氣這種東西 它就是直接吸一次 然後就到引擎裡面了 理論上它是會比它乾淨比較多啦 好那再來是空浴箱 其實它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它可以冷卻空氣 它的冷卻空氣呢 首先就是 你空氣假如你吸進去的時候 你假如是一個很小的洞 把空氣吸進去的時候 其實空氣經過 比較高壓的空氣 經過比較小的管道的時候 其實會冷卻的 空氣是會冷卻的 其實原理叫什麼我也忘記了 但很簡單一個説 你用嘴巴呼氣 呼對手掌呼氣這樣子 通常是感覺是熱熱的啦 那假如說你從它一口氣 是用吹的 就是把嘴巴弄小一點 用吹的這樣這樣子 你就會感覺空氣冰冰涼涼的 就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它你空氣經過 孔比較小的地方 它會變冰涼一點點 所以說它就有 比較冷的空氣 當然可以比較冷卻引擎 原廠空濾箱的第三個好處 就是可以增加引擎低轉時候的低扭表現 原廠引擎為了要耐用取向的關係 壓縮比不能做得太高 會導致引擎在低轉時 引擎增空力不足 所以需要原廠的空濾箱的特殊設計 來增加低轉時的進氣量 但相對的在高轉時的進氣量 就沒有香菇頭來的好 因為安裝香菇頭時所造成的低的吸氣阻力 反而會導致流速變慢 很簡單的例子告訴我們 如果你的肺活量不夠時 那麼你使用大的吸管和可樂石 是一件很費勁的事 或者說在相同的時間內 你吸起來的可樂 不見得比細吸管的可樂喝得多 因為它的流速變慢了 原廠空濾箱其實是可以讓低速的扭力更厲害 那高熱波就沒有讓低速扭力更厲害 所以說它的低速會很落塞 所以基本上連野狼都能感覺出來 它的低速就是變得很遜 那再來就是大埔油門的時候 它吸氣雖然是足夠 但是你大埔油門的時候 它也是用引擎自然去拉它的轉速的 那它沒有像原廠空濾盒一樣 它會把一個地方類似抽掉 然後會讓這邊速度很快很快很快進來 然後讓空氣大量的灌入你的化油器裡面 它就沒有這個效果 如果你只知道它用頭就沒有這個效果 對 可是 就是 論總進氣量來講 其實香菇頭的總進氣量 是比我們的原廠空濾箱還要大的 那有一些 那個偏近近期期的車款 像是那個 以前的車款 現在新車款都一定會裝空濾 以前有些偏近近期的車款 其實它原廠的後面就是接著香菇頭的 像是我之前去看薩蘇迪的 那時候是750的阿魯 就是舊阿魯 它就是直接裝這種 這種香菇頭 雖然一般來講 小哥的裝高量的空氣最主要就是 你要讓整台車維持在超高轉 它才有它的效果 但是 檔車的話會比較輕鬆打到 因為檔車就是你拉高轉 拉到就是 每檔或是8000轉 你這樣換檔 換檔就比較不會有美麗的感覺 對 那假如你是為了掏空而改的話 當然也是可以騎啦 其實 你這樣改完 你車子是不太會 因為這樣改就壞掉了 那 雖然空率 基本上還是比美裝空率強一點 所以說 台灣的空氣品質 就是跟那種沙漠國家比 真的是 也是好很多了啦 所以說 因為你平常換空率的時候 你也不會覺得說 空率特別髒什麼的 海綿特別髒什麼的 就是 你5000公里比說 這個樣子 就是黑黑的 所以說 其實在台灣剛剛玩還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有心理什麼 就是這台車的壽命 一定不會比裝 原廠空率箱還來的好 那其實 有一個方法 就是可以兼顧 空率箱 以及高油量吸氣的方法 這也是 最多人用的方法 但是 塑膠車很常用 版車就 比較少人看到這樣裝了啦 就是 你直接在原廠空率箱裡面 原廠空率箱裡面 直接拿香菇頭 直接裝在這裡 就直接把香菇頭 裝在原廠空率箱裡面 它就兼具了你可以 冷卻空氣 然後有集氣箱的功能 那你可以增加它的吸氣量 對 那這對小改引擎來講 其實是非常有用的 好啦 那這次的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啦 那這次就是我一個 小小的 小小的那個 改裝心得啦 就是 因為空率是研究了一段時間 然後有研究到一些東西 就上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假如有錯的話 也歡迎指教 那 那 假如有錯的話 我會在留言區 置頂或者是我弟 會再重新講解一下 那 有興趣的就往下面看一下吧 好吧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那我們就 下次再見囉 掰掰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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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